工廠不停趕工 但是特斯拉现在却陷入苦战 今年1到8月在台的挂牌数 只有323辆 比起去年同期316辆 只多了7台 属于比较高阶的购买者 企业家在台湾的这个市场 如果说景气不好 影响它的收益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前卫外型搭上科技感的环绕头灯 迎战兵式电动休旅车 特斯拉也喊出 要让消费者体验试驾 常鲜的这些客人已经买完了 但他推出这个亲民的这个市城方案 以朋友介绍的方式 我觉得是有助于 大家都认识特斯拉 现金折价的部分 安全性 因为平常会带家人出去 电动车市场战况火热 国产车也是点燃行销大战 亮白车身锐利线条 让整台车看起来更加立体化 这台和泰推出的房车 现在还有升级版 纯银车身利罗外型 和泰汽车宣布 推出限量200台的Alti Safety Plus 特式版 加装超过10万元的安全配备 环境摄影的话 那就是你在低速 或者你在停车的时候 可以看到你四周围的障碍物 比比两升 侦测后方来车 或与墙面的距离 本田国产运动休旅车 HRV也升级 免费增加3万元配备 像是本田这款安全要进版 它就增加了这个盲点侦测功能 如果车子的左右后方有障碍物的话 它就会自动亮起来 让驾驶在行驶上更加安全 侦测你后视镜看不到的一些视角 那些视角它会用灯号 还有警示灯 还有一些地利率的优惠方案 KIA国产小车Morning 也推出了增加7万元的配备优惠 现代汽车更推出新车试驾8小时的活动 看来各家车厂优惠百出 想买车的民众可得精打细算了 东森 亚洲台北采访报导